谁暗恋的 姐们什么时候搞过暗恋 都是生扑 来来来 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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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扑 这种几个事 喂 您好 庄教授 您有什么事吗 你怎么了 我 我没事啊 关于昨天的病人赵立峰 主动卖夹层的手术 明天全科要进行会诊讨论 你能不能到胸外来主讲 我去讲啊 你是手诊大夫 又全程参与了手术 记录也是你写的 刚才我看了一下没什么问题 只是添了两个图上去 真的让我在胸外全科会议上讲啊 如果患者恢复得好 可以给期刊投稿 即便是在胸科的年会上讲 也不是没可能的 我一个急诊医生 去你们胸外科 少废话 行不行给句通快话 行 谢谢你啊 陆大夫 急救中心电话 人和医院急诊 病人是什么情况 老年女性 十年高血压 冠心病史 三年前做过灌门支架 一小时前胸痛 血压七十三十 卖钱快 副硝酸甘油喊票为绩效 一小时前打急救电话 心脏呼吸骤停 好 我知道了 你好常过来的吧 嗯 准备讲解 好的 好了 病人已经恢复心跳了 心脏呼吸调多久了 六分钟 你 心脏呼吸调六分钟了 好 快 闪六十 ST段明显抬高 急测心肌酶 肌钙蛋白 好 家属 病人有没有出血性疾病 患者有二十年冠心病史 三个月内两次发生心脚痛 无干素使用经济症 滤壁格雷三百毫克脚幅 好 庄老师 我来吧 不用 我自己来就行 我知道你的口味 半糖少奶 来 你先去坐一会儿 交给我吧 马上就好 好了 来 喝咖啡 庄老师 你找我是不是有事啊 说吧 庄老师 你待会儿是不是有台手术啊 是啊 一台纵个肿药 我能不能跟你的手术啊 做助手 这台手术很简单 没什么可学的 而且一注二注 我已经安排好了 庄老师 你就让我跟你的手术吧 我做酸注也行啊 要不 我 我给护士帮忙去 你今天病房里没事了吗 没事 什么事都没有 庄老师 求求你了 好 那 那你就来吧 谢谢庄老师 我走了 我去准备手术了 我现在就去 我去 谢谢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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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夫 你妈怎么样了 病人的情况暂时稳定 血压心率正常 心里的人正在做检查 赵老师亲自来了 你放心吧 你们 你们母亲的情况和治疗方式 要等结果都出奇了 赵老师会跟你们亲自谈的 谢谢大夫 陈希 病人是我 初中的班主任朱老师 这是她女儿佩佩 她 她 您就是陈希姐啊 我经常听血栏提起您 您不是 胸外科的大夫吗 你母亲还没完全脱离危险 正在里边抢救呢 你还顾得上我是哪个科的大夫 陈希姐 人和急诊主治医师陈晨 陈希 叫陆大夫 陈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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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人不太习惯 跟我相差十岁以内 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叫我姐姐 陈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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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 该找谁找谁吧 你走这些年待会儿都没忘了你 你不是说 他是胸外的吗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郑老师 楚大夫最近学习热情很高呢 赛事钥匙练到半夜 还有精力跟手术 值得表呀 谢谢 我们开始吧 嗯 走 初晋 你来开胸吧 我 我是三处 没问题 不是都练过吗 阿老师教下来 庄大夫 楚俊是在这儿吗 在啊 怎么了 你怎么藏这儿来了 身外科的护士兰都快急疯了 到处找你呢 快去 庄老师 先去做检查吧 谢谢大夫 忙完了吗 忙完了 来 你到底要干嘛呀 钟主任交给你个重要任务 什么重要任务 把这些吃了 糖啊 牛奶巧克力是护士长带来的 北海盗奶糖是我贡献的 红桃火烧是钟主任带的小点心 总之大家把最甜的都给你拿来了 干嘛 我又不滴血糖 大家觉得 你要用一些甜 来中和酸 中和酸 我着急忙慌的接病人抢救你们在背后八卦我啊 关心你才八卦你 护士长很生气 说绚栏不是东西 竟然敢把新丈母娘往人核索 你们干嘛 干不了什么呀 这病咱得好好治 但是我们要表达一下我们的愤慨 你吓死我了 你们有什么可愤慨的 钟主任说了 当年你们俩是院里有名的天才 双剑合璧本来成就不可限量 虽然是分手了 但是他也不能找一个指挥库的焦小姐呀 这人长得是真帅 眼是真小 受不了了 不是 干嘛去 干嘛去 干活去 难不成是打情敌抢男人啊 还有啊 以后让你收起家护士不准叫我姐 陆哥 哎 你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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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说好不好 这里是医院 你们不要在这大声喧哗 还有别的病人 你们要找的人就在里面 他也跑不了 对不对 他跑不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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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说 告诉你 第一 我们不是来医闹的 第二 不是来捣乱的 我们是来讲道理的 为什么来这么多人啊 我们就是要守住里边那个 欺骗我女儿的流氓 今天你们的大夫 必须出来跟他对质 要不然 他还想撒谎 你知道吗 你先冷静一下 先消消气 好不好 你们来的人太多了 你们在这儿 确实影响到我们正常工作了 我们也不想影响你的工作 但是我们得看着那个流氓啊 他要是真的跑了 我们上哪儿找人去啊 我们今天强烈要求 你们那个大夫 必须出来跟他对质 把话说清楚 只要把话说清楚了 把事说明白了 我们就带着他 去找学校 找派出所 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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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也没想到会这样 你是不是就是那个大夫啊 你把话说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个流氓 你先等一下 听我说 听我说 主局 萧正在病房里死活不肯出来 你现在进去 跟他澄清一下 把事情讲清楚 劝他出来 对对对 你让他出来 让他把事说清楚 只要一五一十的说明白了 我们就走 要是说不清楚 我们还是不走 必须让他出来 快去 快去 进去 快进去 对对对 快来 让他把他继续叫出来 把他继续叫出来 继续叫他 去就好了 快去 快去吧 快去吧 把他叫出来 咱们就在这儿等着啊 对 等他出来 对 等他出来 对 把事情说明白了 好嘞 我听说 小诚 小诚 对不起 我不应该说那些话 我那么信任你 你为什么要害我 你害死我了 我 我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 你其实很优秀 不用自卑 你可以出去和他的家人解释清楚 他们会原谅你的 不会的 他们再也不会相信我说的话 我就是个骗子 我是个骗子 你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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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臣 你好 谁也不要进来 你害死我了 你出去 你出去 你害死我了 别放手 小臣 别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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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放手 别放手 出去 一会儿呢 我先用纱布帮你清理清理 看看有没有残留的玻璃肠 别弄出心上来 然后我再帮你检查一下伤口 看看伤口是不是伸 如果要伸的话我亲自给你缝 你放心 我的活是最精致的 别喝点毛了 我来吧 陆大夫的手头活才是最精致 交给你吧 走吧 来吧 来吧 你忍着点啊 可能我有点疼 别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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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储俊啊 水平一般 难道你还这么看重她 栽培她 她很努力 最近进步很大 她还是有自治的 可这次麻烦了 这个萧珍家里条件不好 上的是一个普通本科 交了一个女朋友 就跟人家吹牛 说自己是名牌大学的研究生 为了撑门面 花销大 就跑到快递公司去打工 卸货的时候干得太急 就发生气凶了 发生气凶前 是否进行过搬运重务的活动 是问病史的重要部分 楚俊的询问是很正常的 可问题是 萧珍不想让自己的女朋友知道 是悄悄告诉楚俊的 这楚俊不知道怎么搞的 转头就跟人说出去了 唉 这只是无意间造成的误会吗 不能算是故意泄露隐私 即便是误会 事情已经闹成这个地步了 我承认她很努力 也很善良 但是资质一般 又不够谨慎 本来啊 因为你秦老师的缘故 我想多照顾她一点 点拨点拨 现在看来 她真不适合干这一行啊 再深点 就伤到基建了 你就不用当外科大夫 我那么蠢 不当待 省得汉人 谁说的啊 我可没说过啊 陆老师 你特看不上我是吗 嗯 确实一身毛病 是啊 你之前还教训我 叫我别多管闲事 我怎么就那么多嘴呢 现在人家要闹到学校去 校正的学位就没了 她父母供她上学挺不容易的 她现在都不想活了 都是我的错 行了 你操心操心你自己吧 你还操心她 杨主任说了 我也不是人和的编制 只是进修的 应该不会连累到医院的 我不够格 我就提前回去呗 杨帆是让你承担责任 提前走人 杨主任只是说 两边要是这么闹下去 对院里影响不好 更何况不久前 人民医院的大夫 在网上八卦病人信息 被通报批评了 现在领导对这事特别敏感 还好 我只是进修医生 去值班时 睡觉 我还要去医务处呢 两边的家属和领导都在那 睡觉去 人和的规矩 因为纠纷 跟患者家属打交道 没有一线大夫出面的道理 我是昨天接诊 级别最高的医生 你的一切医疗行为 没有违反我的医嘱 对外交涉 还轮不到你 你又哭 说我们扰乱医院 窒息损坏公务 我们是受害者 是政大维权的 就算有损坏 也该记在他们头上 他儿子撒谎欺骗我女儿 他们还得配查我们呢 你们大夫是怎么看病的啊 不好好看病 瞎挑拨什么呀 要是闹得我儿子 连血都上不了了 我们就不活了 我们可认识记者 我们要让所有的能看看 你们这些大夫办的好事 不救人还害人呢 你们是过来的 楚大夫抢下他手里的玻璃 是救了他 怎么不是救人啊 害人的是萧峥的不诚实 不老实 对感情的不忠诚 还有你女儿的虚荣心 把感情用条件来等价交换 你们闹吧 你们尽可以大闹特闹 闹到人尽皆知 萧峥就由自取失去穴位 你女儿也会成为别人的笑柄 你们想要这样吗 陆大夫 请你冷静一点 李处长 我想给大家做个演示 好 我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医学知识 解释一下气胸是怎么回事 你们才会知道面对气胸病人 什么样的问诊是必须要做的 我们为什么会涉及到病人的隐私 您好 请问陆大夫在吗 什么病啊 先去挂个号吧 大夫 陆大夫您看见了吗 没看见 我 杨宇 你是叫杨宇的 我上午听陆大夫这么叫你来着 你管我叫什么呢 有事说事 我 我找 陆 陆晨熹去医务处了 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吧 你知道他在哪儿办公吗 我等他 办公室不是接待室 你不知道 杨姐订话 来了 接诊空间有限 有病挂号 套词不接待啊 喂 接诊杨宇 什么事 是那个小病人 麻烦您让一下 陆晨熹在吗 陆晨啊 她的情况怎么样 陆大夫现在不在 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吧 陆晨的全面检查已经做完了 我们发现了新的情况 新的情况 怎么了 所以说引起自发性气胸的原因 从身体高瘦 长期咳嗽 到恶性肿瘤 都是有可能的 问清相关信息做出鉴别诊断 是我们接诊医生 对每一位患者要做的 并不是探天患者的隐私 只有获取了这些信息 接诊的医生才能够判断 萧正这次发生气胸的真正原因 医学常识不是每个人都懂 但是楚大夫 究竟是探听患者的隐私 还是尽可能地收集患者的信息 以便做出最有力的诊断 每一位都应该很清楚了吧 每一位都应该很清楚了吧 我说明天患者是 但是楚大夫 究竟是探听患者的隐私 我说明天患者的隐私 陆大夫解释得很明白 您看 昨天楚大夫 其实是对工作负责 对病人关心才能做的 话是这么说 但是他怎么能不搞清楚关系 就胡乱沟通呢 不管怎么说 错还是在他 打断一下 我是萧正的主治医师庄术 楚俊医生请我帮他看 萧正的病例和胸片 我发现萧正的疾病 不仅仅是气胸 目前还发现了肿瘤病变 什么 肿瘤 喂 庄老师 你的手怎么样了 刚才陆老师给我缝了 就是皮外伤 三天之后可以换药 两个礼拜就可以拆线了 那现在就不能上手术了 但是还可以管病人 查检验结果吧 我 我还能工作吗 做出外伤 需要彻底请假吗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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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我什么都能干 可是 庄老师 我还能在任何胸外进修吗 你的进修期是一年 还有好几个月呢 为什么不能进修 我有了这么大的货 我还能留下吗 谁告诉你 只要犯了错就不许进修了 要是都那么完美不会犯错 还进修干什么 去戴教会 去戴教会 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完美啊 我的天哪 喂 那我的 口水都进去了 你再泡一碗呗 快点 我跟你说啊 你这会儿可没时间吃面 社会有打电话说找你 您真的检查结果出来了 嗯 那孩子得了纵阁肿瘤 估计近期就得手术 他妈妈几年前就这个病做过手术 术后一致胸痛 那会不会 你说会不会是 他知道孩子也得了肿瘤 所以就崩溃了 然后就带着孩子一起自杀 什么道理啊 得了病治病呗 自杀要解决办法吗 你车辆口得了 你赶紧去社会吧 啊 啊 喂 好好 帮你看看 别走电梯啊 走楼梯 为什么 电梯坏了 薛鸾刚在这儿晃悠半天了 说是要找你 这会儿肯定在电梯口堵你呢 我又没做亏心事 我怕他 这种都分手了 还带着现女友 在你面前瞎晃悠的渣男 你跟他还有话呀 谁规定的分手不能找女朋友了 还手结啊 那你为什么不交男朋友啊 吃你的面吧 吃你的面吧 陆大夫 陆陈夕 你女朋友的妈妈心得已经收了 有什么事找赵老师 你现在有事 没时间跟你说话 分手就分手 你至于吗 什么叫我至于吗 不是 你去 不是 你去 等 等 我忘了 咱们俩是和平分手 不合适 选择不同 我意思就是说 我祝福你 行了吧 心梗的是朱老师 那是我初中的班主任 她女儿不是我女朋友 我没有女朋友 你找我到底什么事啊 你找我到底什么事啊 就这件事啊 朱老师看病的事 我会像对待我妈一样认真 但她女儿不是我女朋友 说完了 完了 是不是女朋友关我屁上 这个三厘米大小的肿瘤 我更倾向是胸内肌胎瘤 还要进一步做磁宫症成像检查 那大夫 这个瘤子应该是良性的吧 肌胎瘤通常都是良性的 不会转移 但是也有极少数是恶性的 那你赶快给安排检查检查吧 这种检查都是由管庄大夫安排的 应该是由楚大夫负责 但是因为她说话不够谨慎 造成你们对她的不满 她现在已经不方便 再继续负责校征了 你们可以提出来换一位管庄大夫 二三 但是我还是想替她解释一下 这件事情不能劝怪她 我们作为上级 只强调治好病 而没有好好地培训他们 跟病人更好地去沟通 我也应该向你说什么对不起 楚大夫只是 单纯地关心病人 想把工作做得更好 但是没有经验过于鲁莽 甚至鲁莽地为了救你 自己也受了伤 那她的手没事吧 还好 不影响她做外科大夫 那 那就好 那就好 你也希望她继续做大夫吗 她当时确实没有恶意 那能不能再给她一次学习的机会 我今天都知道 我相信她是一个很尽心尽责的大夫 曹玥 我今天那事必须说清楚 这件事情确实过 我跟她不都解决了吗 不行 不能就这么算了 你放开我 你她怎么能这么做呢 我不去了 我真的不去 曹玥 曹玥 曹征 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你救我自去 迟早是瞒不住的 你自己做的错事 为什么要怪到楚大夫身上呢 曹玥 对不起 是我的错 我不该骗你 你该道歉的人不是我 是人家楚大夫 对对对 楚大夫对不起啊 给您添麻烦了 都是我的错了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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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有不严谨的地方 曹玥 这不都没事了吗 算了吧 曹征 今天我家里人来 我并不知道 这两天我想得很清楚了 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 跟你的家庭学历 都没有关系 你骗我也好 吹牛也好 我都不生气 我生气的是 你把你自己的错事 推到无辜的人身上 你简直太不眼了 你 你不生气我骗你 我为什么要生气啊 你以为我跟你说的 都是实话吗 比如 我根本不会 治什么冒险活 送你的围巾 是我在地摊上买的 我也不喜欢吃什么草莓蛋糕 我喜欢吃的是溜菲茶 还有 我说你是我第一个男朋友 其实你是我第六个 你们这是什么情况啊这是 大姐 您跟我来 让他们年轻人自己聊会儿 好 好 好 来 好 好 胸片和CT坐了吗 还没有 这个孩子家人不在身边 也不太配合治疗 刚给打了一阵镇定剂 现在睡着了 您能来看看吗 好 我知道了 我马上过去 张大夫 钟主任 有事吗 之前你说过 很关注利多卡因致命性的研究 想看一下院里的相关资料 是啊 钟主任 方便吗 方便 资料室的同事已经找出来了 我去翻了翻 还是值得一看的 今晚就有人值班 你去吧 我希望您能和我一起去 有些问题还想跟您讨论 那就谢谢钟主任 等一下 这些资料 只能看 不能带走 也不能复印 我明白 再见 再见 水 至少 咀嚎二乘三乘一 前回升 高密度区提示肿瘤 检查时间 昨天 这是中� verder 昨天上午的检查结果 下午 我到妈妈就抱着它条路了 仅仅是纵合肿瘤 也不至于去想自杀吧 我查了他妈妈的 就诊记录 开胸后 一直治疗事后胸痛 可能是胸痛一直 无法得到缓解 导致了严重的抑郁 现在孩子也得了 这样的病 他一定是担心孩子 叫乱像他一样痛苦 孩子妈妈现在 什么情况 昨天抢救了很长时间 已经脑死亡了 结晶 对 你应该再多睡一会儿 我不想睡了 总是做了忘梦 没事啊 梦都是假的 凌芬 你看 叔叔给你买了一个礼物 他叫豆豆 要他陪着你睡 你就不会做噩梦 可爱吗 不用不好意思 拿着吧 怎么 你不喜欢 我都六岁了 我都六岁了 又不是三岁 我在幼儿园都谈个女朋友了 才不会冷着不娃娃睡觉呢 对不起啊 林森 这个叔叔刚从美国回来 不知道我们中国的小男子 还喜欢玩什么 美国小孩玩的东西 你真幼稚 那你喜欢什么 告诉叔叔 我想见我妈妈 妈妈现在还在进行治疗 还不能跟你见面 我还在进行治疗 林森 你要乖乖的 尽快好起来 让你妈妈放心 好吗 那好吧 急诊叫我 你去吧 我在这儿多陪她一会儿 叔叔陪您啊 来 喂 喂 我哪儿到啊 您有什么情况 叔叔 你能让我看看我妈妈吗 我妈妈不会好了 对吗 我不想对你撒谎 但是 那你就不要撒谎 我知道我年纪小 但是我也应该知道真相 我有这个权利 对吗 对 作为医生 我们会尽力地救治每一个病人 不过你妈妈的情况 的确不太好 我希望你能理解 我妈妈是抱着我跳下去的 到处都是血 她总是很疼 吃很多药 如果这样可以让她不疼了 也很好 是吗 您好 我来找庄老师 有两份医嘱想要让她签一下 她在林森的病房 你等一下我给你拿隔离医 好 谢谢 你爸爸很快就回来了 等她回来 我们再讨论这个问题 好吗 我不想见她 为什么 是因为 不经常跟她住在一起吗 反正就是不喜欢她 反正就是不喜欢她 你爸爸可能因为 因为一些原因 不能跟你们生活在一起 但他仍然很关心你和你妈妈 你们来医院以后 他正在想办法买机票 拼命我会赶 他也很爱你 他爱我们 为什么要离开我们 这个 虽然我没办法告诉你 他为什么要离开你们 但是我知道 我的妈妈在离开我的时候 她其实比我更痛苦 我相信 你爸爸最不愿意离开的 就是你们 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很难的 如果有一天你也成为一个父亲 你会明白我今天说的话的 睡会儿吧 走 叔叔 你以后能常来看我吗 只要有空的话 会的 你要是没空 叫刚才那个医生姐姐来也行 她长得挺漂亮的 好 我会转过她的 再见 在这儿 会儿 我 我 问你 你 在那儿 你 我